所以我剛剛基本上就是把這個名稱也改一下 所以我把這個答案考核 實際上我是拿前面這邊的名稱 把它複製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過去就好了 不過複製之後記得你要把按取消 否則你游標如果放在這裡面 你會切過來你會發現奇怪怎麼不能點 為什麼因為你的游標怎麼樣 還在這個地方所以你一定要按取消 你切過來才能夠點到這邊來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 那個游標有些東西都停在前面就卡住了 OK然後分別把這些名稱都把它變更一下 就熟練了 所以這也沒什麼 主要是用這個是標籤 OK 要特別注意哦 A這個是這個 你其實做一個這三個把它拿來複製 改裡面的字就好了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什麼 也是做一個 裡面只要改字的大小 當然你不改沒關係啊 只是字填上去會太小 9號字好像這邊角落這樣一點點 這底下就空了 這個命令按鈕這個就是這一個 就這樣而已 OK 以後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這個控制槍 這個控制槍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 你可以做的很複雜 甚至你要做一個進銷純系統都沒問題 OK 所以做非常多的變化 只是說我們先不要講那麼複雜的東西啦 我們先解決我們眼前的 好那再來的話呢 一樣啦 當然你們做出來表單裡面就有個表單的群組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再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表單 它會有user form 1 user form 2 你可以再做一次練習 然後再按右鍵 還可以再插入 反正沒關係 底下這東西沒用到它不影響 如果你假設多了 按右鍵你可以移除它沒關係啦 反正你就是多做幾個版本 然後將來呢 我們只要怎麼把它呼叫起來就好 它就顯示 怎麼樣把剛剛這個表單呼叫起來 OK 我們剛剛是什麼 點這個表單按執勤 它就出來了 可是問題喔 你不可能說以後 就是要別人執行這個表單的時候 你說你要到VBA裡面去把它執行才可以用 當然不合理啊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 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這邊多一個按鈕吧 叫什麼 啟動表單 把這個表單叫出來 按下它 這個表單怎麼樣 就秀出來了 如果我今天需要有個功能 按下這個按鈕 這個東西跳出來的話 那要怎麼做 OK 其實喔 特別注意喔 程式只有一行而已 首先第一個啦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個按鈕 它的名稱叫啟動表單的話 那你要怎麼寫 第二個 這個怎麼把它呼叫起來 OK 首先我們來看喔 如果我這邊要做一個按鈕 叫做啟動表單 所以我講過啦 如果要一個按鈕喔 你就必須先在哪裡 模組裡面有沒有 Visual Basic裡面的模組 模組我是Module 2 裡面的話呢喔 Module 2 我先Module 1好了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如果你要一個按鈕 那你就打一個Sub 或者你插入一個程序好了 Sub名稱呢 空一格 打一個什麼呢 叫啟動表單 好 Enter 再Enter一下 直接打Sub 啟動表單 Enter 那你會發現喔 它會自動幫我多加一個什麼 小瓜糊 跟EndSub 那你就把程式寫在這裡就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一個Sub 可以對應一個按鈕 OK 應該可以 應該有印象喔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按一下這個按鈕 我要讓它怎麼樣 把這個表單給啟動起來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非常的簡單 程式語行 這個表單名稱叫User Phone 1 所以呢 請你記得喔 在這邊打什麼 打User Phone 1 那如果你當然名稱有改的話 你可以打別的名字 大小雪 它是視為一樣 所以你打小雪沒關係 User Phone 1 點 如果你點 如果你點下去的話 有個清單的話 表示你沒打錯字 而且有這個表單 要讓它顯示出來的話呢 就是User Phone 1.show OK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直接把它點開 那我們這個按鈕就寫完了 所以呢 我接下來做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Sub叫啟動表單 所以呢 我將來可以在這邊把這邊按鈕複製好了 貼過來 因為我要跟上面一樣 所以我拿著上面貼 但是我這個按鈕呢 是要對應到啟動表單 所以按右鍵 把它怎麼樣 指定聚集 它就是對應到啟動表單 這個 然後把這個名稱也複製一下 OK 按一下它 然後它就去幫我把那個Sub執行了 然後那個執行裡面就一行 就是把User Phone 1把它秀出來 就這樣而已 OK 按個確定 好 然後名稱的話呢 把它變更一下 叫做啟動表單 OK 好 這樣子 我們就寫完了 然後點一下它 看會不會成功了 點一下它 點出來 關怎麼關呢 很簡單嗎 右上角插插 這樣就關了 OK 點一下 它就打開了 它目前我們現在只能打開 可是目前你填資料按新增 它應該是沒有任何功能 因為還沒寫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把這些通通把它寫上 然後就可以完成我們要 剛剛看到那個效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把重點 1 請你做這個按鈕之前 先在模組的最下面 打一個什麼呢 打一個Sub啟動表單 Enter就可以了 在這邊打一個什麼呢 打一個Userphone1.show 就大公告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